一线主持人小S产假期满 在今天复工了 他特别穿着景深洋装 身材跟产前相比 没有多大的变化 仍然是性感美丽 他说他天天运动 到现在已经瘦了9公斤 很多记者问他 会不会再继续升 他说目前他还没有这个想法 欢迎 欢迎 扭腰 摆臀 小S回来了 还要看哪里 这边有朋友 又不是开演唱会 还有后面的朋友 上面有 穿着性感的贴身洋装 小S不敢以往搞笑的风格 产后首次公开露面瘦了9公斤 最胖的时候大概是50 然后现 你说有小孩在里面的时候吗 因为我怀孕前是42到43公斤 产后瘦身大成功 成为焦点 另外大家也很关注 小S会不会想再生一胎呢 等一下记者一定会问你 就是你还要生下一个吗 你干嘛 你干嘛真的不能展望未来吗 我已经想过只要有人再问我说还要不要生第四个 我都会用这个表情来回应他 就是 OK 因为就是毕竟我是人类也不是一台影音机 就是不是你知道一刷就会出来 小S的表情还是跟以前一样夸张 也逗得蔡康勇哈哈大笑两个人默契十足 请问坐月子的时候可以看康熙吗 还是 坐月子的时候我没有看康熙 我是在看那个 舞步惊心对不对 就是我最近新喜欢的人是吴奇隆 好了不要聊这个好像 好像我把他上我的妈 结果是有吗 小S选在主持的节目2000集复出 电视台总经理献上祝福 当红综艺节目不止红遍台湾 在中国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知名节目 得知大S代班之后收视率非常非常的好 我就想说节目还撑住了 可是就好像我不回来也没关系 所以内心就还是有一点矛盾 所以还是很感谢他 这应该有回答他为什么提早回来的原因吧 升了第三台的小S再度复出主持风格 依旧搞笑风趣 终于新闻球我求真一真 台北综合报道